来源观察者网 台湾庆腹造产场破产导致该厂承包台军列雷剑项目落空的丑闻持续发酵 台立法院18日决定成立真相调阅专案小组 调查当初的采购招标过程 有立法委员在质询台军代表时称 该工厂在招标时1000分评估表中只得了30分 但竟然能中标 有台湾网民翻出几年前网络爆料消息 称当局早就知道这个情况 吴敦义等当时的高官可能与这一丑闻有关 台媒报道称 在当天立法院质询会上 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说 你们知道了庆腹造船没有建造军舰资职 还是决定让他可以来参与这个标案 我的老天啊 黄国昌说我们大家很重视的他的技术能力 他过去几年造建造的怎样很重要 连气丝品都盖得零零落落 部长您知道我们大家很重视的技术能力 这个造建过去的时机占几分吗 部长你知不知道 国防部长冯士宽说不知道 黄国昌 我告诉部长15分 现在让他陷入最大麻烦的事实 要他的财务状况 您知道他的财务能力占几分吗 国防采购市主任黄熙如说 也是15分吧 黄国昌 没错 一千分之三十 安全技术能力 财务能力 三个都是核心 我们一千分 里面给他三十分 我的老天啊 台立法院18日做出决定 针对列雷剑采购丑闻成立真相调阅专案小组 台媒称 两年前网上就出现过对庆父造传的质疑 据称当时网民Steven Jeff的网民发文称庆父造船当时得标350亿新台币的列雷剑当时海军招标采用最有力标主要竞争者是庆父和台船庆父平分不高却最终夺标 台国防部长风世宽和海军参谋长李宗孝接受立法委员质询 疑点包括 一庆父当时不符合招标资格 为取得厂房及土地 本身财务状况 差 二评选过程中海军未公布评选标准 造成评委评分不公 忽略程序正义 三庆父拉来的合作厂商Intermarine财报情况糟糕 厂房环境不佳技术落后 且将所取高额专利转让金 四庆父在中国大陆有大笔投资 而Intermarine在大陆也开设了合资企业 五庆父造船没有建造过军舰 游艇此前建造的船舶也出现过事故 六部分重要作战系统和装备 不符合海军规范 但庆父却通过合同规定摆脱责任 这名网民还指出 在庆父造船中标后 该企业得到台当局205亿新台币 贷款其中无敦义扮演了重要角色 爆料后不救 这名网民的账号被他人注册 因此台湾不少网民认为 这名网民遭到了报复被消失 得到台湾不足够